他們從美國波多黎各聖湖安準備上船 其中眼前的他王先生 因為身體不適坐著輪椅被推上船 沒想到隔不到幾小時 他不只被推下船更是被趕下船 原來他被診斷確診COVID-19 遭船公司婉拒讓他登船 王先生一家人以一人68萬元 搭乘這艘歐洲高級郵輪 參加加勒比海市三國26天行程 結果不只中途被趕下船 更點出早在這之前 陸地行程用餐環境就不OK 連用餐品質也曾吃不齊 不只是吃便當 甚至住的飯店還出現漏水發霉狀況 您很難想像 因為高級旅行社會提供客人 跟大家去排隊起用餐 針對陸地行程 旅行社祭出補償一人8萬元 但這讓王先生不能接受 原來在1月4號這天 他被刑下船後 不滿相關賠償都得自己吞 包括機票時速等 金額高達12.4萬元 整個旅行社不只不給他 陸地行程賠償8萬元 甚至還侵占機票退款 邮輪機票包括時速旅館 保險公司 對我當事人的所有溝通記錄 他完全沒有提供 是一個黑箱作業 求證旅行社表示 這位王先生因確診提前下船 是屬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中 不可規則是由 不過旅行社仍積極向 郵輪公司爭取願意退款 5600元美金 以及一碗住宿費 合計19.2萬元台幣 已經匯入指定帳戶 另外針對機票費用 因為王先生是自己買票 因此旅行社會將未使用的機票退款 合計8836元 以及陸地行程賠償8萬元 一起退給王先生 他以8萬塊作為 要挾當事人 接受他們妥協的條件 只是王先生認為 時速跟自己買的機票 旅行社應該要負責 雙方金額超不攏 至今錢遲遲沒拿到 但畢竟花了68萬元 最終行程沒跑完 還得自己多花錢 難免會有不好感受 當時新聞也是我從新総合報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